现在大家都知道孩子需要学EQ 把情绪管理好 不会动不动就不满意 动不动就发脾气 如果我问父母 孩子的第一位EQ老师是谁 第一所EQ学校在哪里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我是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 如果你的答案是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EQ老师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EQ学校 那你就答对了 我一直强调呢 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就是担任孩子的EQ教练 帮助孩子培养自信 同理心 管理怒气的能力 自制力 冲突管理的能力等等 太高兴或太生气的时候 都要有节制 最重要的是在愤怒的时候 懂得如何安抚 激动高昂的情绪 在春风得意的时候 不要骄傲忘形 EQ教练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父母替小孩子挑选 参加一个篮球队 看到一个教练坐在椅子上吼叫 Billy 你的手是怎么运球的 另外一个教练 他耐心的在球场上 一一指导孩子 按照孩子的需要 亲自走到孩子身边 而且蹲下来 耐心的指导 并且具体的肯定 每一个孩子的进步与强项 请问这两个教练 你会选哪一个 每个父母呢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出人头地 却不一定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 这样子能够确保孩子未来真正的成功跟快乐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EQ影响孩子的一生 高EQ不但自己容易快乐 对于学习 人际关系 以及未来的工作成就 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 也许以下美国作家 Dorothy Noti 她写的文字 可以让父母有所启发 她是这么写的 在一个充满挑剔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呢 她学会了吹毛求疵 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下 成长的孩子 学会了争论反抗 在充满恐惧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她学会了忧虑害怕 在充满自怜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她学会了自爱自愿 在充满嫉妒的环境之下 成长的孩子呢 她学会了贪得无业 在充满恥辱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她学会了自救自责 在充满宽容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她学会了耐心待人 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她学会了自信自重 在充满赞美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她学会了赏识他人 在充满认同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呢 学会了爱惜自己 在充满接纳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学会了真爱世界 在充满赏识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呢 学会了立定自想 在充满分享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学会了慷慨大方 在充满城镇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学会了崇尚公益 在充满安全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呢 学会了信任他人 在充满友善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学会了热爱人生 在充满宁静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学会了自在从容 啊 你希望你的孩子 学到什么 我是地雷探测员 今天都明白了吗 父母学会做EQ教练 提供温暖安定的EQ学校 让孩子自然而然的 学到正确的价值观 拥有责任感 好情绪 好品格 以及好的人际关系 让孩子呢 避免踩到混乱不安 环境的地雷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按一个赞哦 记得要订阅 情感灵地雷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by bwd6